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话美之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总决赛打完三场,目前开尔特人2比1领先勇士,原本拥有主场优势的勇士,现在整体形势并不乐观。 1比2,对于勇士来讲,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陌生的总决赛大比分。 科尔时代,勇士六次总决赛之旅,有三次待见三场遭遇1比2的落后。 第一次是15年水花兄弟初出茅庐遇到没有欧文和乐福的骑士,科尔将伊戈达拉放进首发,勇士五小阵容问世,他们连下三场,完成对骑士的逆转。 第二次是19年总决赛,那花勇士伤兵满盈,系列赛打到最后杜兰特和克莱都打不了了,卢尼也是带着锁股骨折的疼痛出战,勇士无缘三连贯,那么这次结果会如何呢? 首先在上午勇士更新了G4伤病报告,库里下一场比赛大概率出战,而伊戈达拉和奥托波特出战成仪,名记扎拉尼亚确认,库里的伤势不需要做和此共振检查。 而科尔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库里受伤的话题,他直言,库里预计会在G4出战,而今天勇士并没有安排球队训练,球队把今天当成康复日。 库里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在G3结束后,睡了超过10小时,而库里直言,我一定会出战下一场比赛,我知道伤力意味着什么,但同时也知道如何去应对,深处的环境会对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而根据现场采访记者阿扎尔里透露,在完成采访后,库里行走没有出现明显的不适合量枪,看起来恢复得不错。 首场比赛,库里下场前勇士还领先12分,第四截回来他们已经落后了,G3库里第三截命中四季三分,单截射下15分,他这一截还剩三分钟下场休息。 这时候勇士已经追上了比分,甚至完成反超,莫杰打了三分钟库里回来,勇士这时候又落后了10分。 当然了,你可以认为库里第四截受困与体能问题,表现不佳,他三场总决赛第四截合计只有10中3的效率,只拿到6分以及3次15。 这还是G2勇士大胜库里不打的情况下打出的数据,库里在两场第四截一共正负值只有-30。 然而,绿军主帅乌杜卡公开承认了,他们的策略就是攻防两端都针对库里,特别是进攻段,除了塔都木和布朗之外,就连司马特面对库里都要打两个, 谁打就谁点名库里,就算库里没有受困犯规困扰,也能消耗他的体能,这肯定会影响到库里莫杰的体能。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除了维金斯和克莱之外,勇士确实没有什么人能站出来为库里分担压力。 就拿G3做例子,除了维金斯和克莱,勇士其余11名出场的球员加起来就拿了26分,库里一人砍下31分。 总决赛季要勇士莫杰除了库里全队一共也就拿了12分。 一旦库里压活,勇士指望不了其他人,说句心里话,如果不是科尔秀操作,搞事情。 勇士如今甚至有可能取得3比0的领先优势,如今球队1比2落后,他们的历史15大主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除此之外,这论系列赛给人的感觉就是,库里太累了,他身边的帮手不够给力,可能会有人反驳我。 说勇士的球员薪资是联盟第一的,他们1.7亿美元的奢侈税再次创造了历史,全队有4名处于当打之年的全明星。 这样的豪华阵容还说库里帮手不够,这怎么也说不过去。 然而,如果你看了比赛,你能发现勇士确实太过于依赖库里了。 先来看一个数据,根据统计,总结赛前三战,当库里出场时,勇士的进攻效率达到了116.8,而当库里下场休息时,勇士的进攻效率急剧下滑到了91.5。 这个数字是NBA历史上近50年来的最低值,也就是说,一旦库里下场,勇士几乎就不会打球了。 不管科尔摆出让进攻空间无比开阔的三后卫阵容,只要没有库里,勇士的进攻就会犹如一潭死水一般,让人窒息。 很明显能看出勇士输球的两场比赛,基本都是库里下场的时候以扑尔为首的角色阵容没有顶住,导致崩盘。 勇士在G4没有退路,必须拿下凯尔特人,一旦输球,带着1比3的比分回到旧金山的话,那基本上已经走到悬崖。 韦金斯就此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同样的心态,我们必须要拿下对手。 明天的比赛我们必须不顾一切赢下胜利。 谈到自己防守对位问题,韦金斯直言,防守那些优秀的球员并不容易,他们非常出色,特别是塔图姆和卢卡,他们可以杀入篮下,可以偷3分。 我只能尽量控制他们,制造一些困难,我知道我可以打出侵略性的比赛,尽我所能干扰他们投篮。 实话是说,韦金斯在总决赛的突破上篮效率在下降,但是韦金斯整体表现没有问题,他的防守极大程度限制塔图姆的发挥。 但是勇士现在后场被针对得很严重,特别是库里。 科尔被问到球队在G3出现的问题该如何改善时,直接表示,我们防守端做得不够好,篮板球也是一个大问题。 我们再回看录像,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好,随后科尔画风一转,球队轮换是有可能调整的,你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。 而被记者问到普尔的话题时,科尔也是直接避开,誓言必须从防守做起,回顾G1到G3,科尔一直在控制卢尼出场时间,但是卢尼不在场,勇士护矿做得并不好。 G2勇士迎球,隔离于小佩顿的出色防守,但是G3当科尔再度基于普尔更多时间时, 勇士整体表现并不好,简单来说,科尔有可能妥协,增加佩顿和卢尼上场时间,减少格林和普尔的时间。 此外,一个达拉真的不能再上了。 而今日勇士队的奥托波特在接受采访时,再次向球队表达了自己的紧张欲望。 而波特这话一出可能给这支球队的逆袭提供了一个思路,他们想要翻转比赛,到底应该怎么做呢? 波特在今天的训练结束之后,面对媒体采访表示,他对于即将到来的总决赛第四场没有任何的压力,对于整个总决赛都没有压力。 是因为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NBA总决赛,他很庆幸能够在最高水平的比赛当中打球,他现在希望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,因为他愿意为勇士这支球队付出一切,他能够享受比赛,也能够拼尽全力为勇士赢球。 波特感谢了科尔教练对他的信任,并且宣称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,他会在上场的每一分钟里回归自己的球队。 波特现在在主动请战,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勇士骑士也是有办法的。 接下来第四场比赛如何进行调整,中用他们的三封线阵容,增加波特的上场时间,让他取代格林,或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 小波特之所以在各自球队之中流浪,骑士主要是因为他的年纪已经29岁了,同时还遭遇过大伤。 在其他签下4年1.1亿的合同之后,他的伤病就成为了困扰他的决定性因素。 但是在没有伤病的时候,当初在攻流他可是一个场均17.5分5.5篮板2.7助攻的顶级汉将,三分命中率48.8%,实力非常惊人。 所以波特现在在勇士能够有立足的机会很正常,季后赛他场均6分4个篮板,三分命中率42.5%,总决赛三场下来。 波特在三分线外9投7中,现在他在主动请战,希望能够增加上场时间。 那么科尔应该认真地考虑这个可能性,他在总决赛的所有出手都是三分线外,表现得很出色。 总决赛三场下来一共拿到了21分8篮板5助攻6抢段。 场均7分3篮板1.7助攻2抢段的数据也很好看。 如果科尔教练能够把他的上场时间再次提升,从现在的场均只能够出战20分钟提升到25到28分钟,他的表现会更好。 而且他取代格林的5到8分钟上场时间,勇士的空间也会更出色。 展望G4一战,勇士应求支持有三点。 起一,首先要做好互况工作,不设球篮板球比率均多,但是至少不能输5个以上,不然二次进攻得分差距太大了。 其二,除去库里和维金斯稳定得分之外,克莱加卢尼加格林至少要拿到35分以上,否则勇士前三截都未必能顶住。 现在勇士欠缺得分点,绿军除了双烫花稳定得分之外,包括怀特、格威、卢威、霍夫特和斯马特轮番爆发,相比之下,勇士匹配度不够。 最后,减少普尔出场时间,配队优先级应该是替补席最高,增加卢尼波特上场时间,至于格林,好自为之吧。